为什么要回来 就是我的一个情怀 我的一个初心 我从小也生活在一个 比较贫困的家庭长大 体会过家徒势必 从小就立目标 我们一定要改变 我们家的贫困状况 后来我就 听了一个 乡村这些报告会 我就听了这个会之后 激动那种激情热情 我就哭了两次 就农村要需要我们 这样的年轻人 而且农村大有作为 我就主动毛十字简 去到我们那个 书记办公室 老师姐 我是阳寨村到 某某某 我想到沿泽村去 能不能就是说 做一点事情 然后我就这样 回来了 回到我们家了